第17題 若一聚合物在高溫時易軟化變形也能回收利用 則下列何者較符合此聚合物的結構與特性 我們知道 聚合物有分所謂的熱速性聚合物跟熱固性聚合物 熱速性聚合物就是在加熱的時候它容易軟化容易變形 容易可以再加工處理 可以回收再利用 而它這種熱速性聚合物是所謂的鏈狀構造 如果它加熱之後不容易軟化不容易變形 基本上是保持原來的狀態的 那麼這種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它通常是所謂的網狀 立體網狀的構造 所以呢第17題問我們說 若一聚合物在高溫時易軟化變形 也能回收利用 則下列何者較符合此聚合物的結構與特性 我們答案要選的是C 變狀結構為熱速性聚合物